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 随着停战签约10舰的临近 交战双方都想在最后的战场上获胜 于是战斗反而更加激烈 双方为了给谈判增加筹码 在石县洞北山的一个地方进行了四次战斗 虽然每次规模虽都不大 却也打得难解难分 荡气回肠 1959年美国拍摄了一部电影《猪排山》 而中国则拍了两部电影 一个是《战敌之星》 另一个是《英雄坦克手》 这三部电影均取材于第四次战斗 而今天着重讲解的是《战敌之星》 前三次战斗志愿军占领山头后 军主动地撤出了阵地 到了1953年7月6日 志愿军向石县洞北山发起来猛攻 第四次战斗由此打响 很快志愿军占领了山头 在美国拍摄的《猪排山》电影中 135人的加强连队打得只剩下25个人 志愿军为了瓦解美军斗志 派出了一名擅长英语的南波议员 向美军士兵宣传和平之音 在《猪排山》电影中 这件事得到了印证 男广播员受伤之后 上级又派来了一位女广播员白鹿 他刚刚从大学毕业 出发前 军长特意交代牛强 一定要把白鹿安全护送到阵地 虽然连长交代牛强 要男的不要女的 但在军长的命令下 牛强只能带着白鹿 穿越美军封锁区 石县洞北山是一个海拔 仅有300米 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山丘 但就是这么一个不奇眼的小地方 却让当时武器装备精良的美军 吃了大亏 到达石县洞北山附近后 牛强拉着白鹿穿越美军的炮火 当美军攻不上山头时 他们就会以强大的炮火 炮击山头 在上干岭战役失败后 美军总想在这里找回面子 但同样让美军失望的是 前几次战斗 攻上去的士兵 几乎全军覆没 牛强与白鹿 终于利紧艰辛 躲开了敌人的炮火 刚到前沿阵地 连长杨复生 拉着个脸 他交代牛强 一定要带个南波一眼回来 女的来这里能干什么 战士们对白鹿的到来 感到意外 要知道军营里 能有一个女战士 是士兵们的荣幸 正当连长 要求换掉白鹿的时候 白鹿已经用他那 甜蜜的嗓音 开始了广播 声音通过喇叭 传到敌军的耳朵里 不觉鱼耳 快乐的乐趣 给美军士兵 带来了家乡亲人的思念 早日盼望他们 回到家乡 和亲人团聚 契级败会的美军军官 认为这样的广播 很快就会瓦解士兵的军心 于是第二天 就对广播战 发起了进攻 在连长的指挥下 美军的进攻 很快被击退 在全联的欢迎晚会上 他得到战士们的欢迎 一曲美丽的流星 开始了阵地上 首次播音 美军士兵了解到 战争的真相 顿生思想之情 以至于好战 与艳战的士兵 大大出手 少校下达了命令 必须在三天内 打掉这个广播战 牛强在之前为了护送白鲁 背部受了伤 但他并没有说给白鲁 当白鲁得知之后 他非常感谢牛强 军部印刷了一批宣传片 要求士兵们 送到美军士兵的手里 但是战士们都不懂英语 没有办法交流 正好白鲁惊腾英语 于是他开始为大家教学 放下武器过来 别害怕过来 都是一些日常用语 但战士们却学得无话八本 连长还在嘲笑不下 学得不好 而到他念起英语的时候 更是笑掉大牙 美军终于发动了进攻 目标就是广播战 连长首先命令一排战士 消灭掉步笔 美军军官更是下了血本 只要哈利森抓到播音员 就可以休假三个月 播放的喇叭 在美军的机枪扫射下 终于没有了声音 连长命令一个士兵 将打回的喇叭换掉 喇叭是响了 但这名战士也应用的牺牲了 一排战士利用战壕 向美军还击 美军以为有重兵把守 在僵持下去 只会有更多的士兵丧生 于是美军军官命令部下 慌忙撤退 哈利森遭到上位的惩罚 去双方阵地前的河边 打一周水 而志愿军的两名战士 此时正等待着哈利森 由于他们的英语 还不是说的那么好 哈利森丢下宣传册跑掉了 白鲁看着士兵们的煽动英语 心里那是一个着急 于是他跟随小分队 去了美军那里 哈利森再次打水的时候 被志愿军战士服务 并将侧子塞到他的怀里 还告诉他可以拿着通行证 穿过五军防区回美国去 随后还将哈利森的枪给了他 正当牛强带着白鲁返回营地时 他们遭到了美军的拦截 于是只能返回来的地方 由于当晚明月高悬 牛强和白鲁只能匍匐前进 眼看天都快要亮了 两人还没有返回 连长只能派人去寻找迎接 牛强和白鲁与敌人周旋 从而在一个防护战壕里 干掉了两名美军 一直等不到两人返回的连长和指导员 想出了一个办法 只要将广播打开 敌人肯定以为白鲁回到了阵地 这样他们就会安全很多 当美军巡逻队听到广播后 也结束了对他们的围捕 就在两人会要到达营地的时候 美军却发现了他们 经过激战 两人安全返回 连长对白鲁的这次行为 并没有责怪 还特意表扬了他 但白鲁心里很是自责 他的这次冒险行动 让多少人担惊受怕 身险险境 而美军上尉 收缴了部下收藏的册子和通行证 由于美军的信件被截获 一名军官的妻子写的信 被白鲁广播了出来 他的家人无时无刻 不想念丈夫 他害怕失去丈夫 他和孩子 希望丈夫尽快离开 这毫无意义的战争 这一重磅广播 犹如一记重锤 砸在着美国大便的心窝上 美军指挥官一怒之下 对石县东北山 狂轰滥炸 上级下达了命令 一定要守住阵地 拖住敌人 配合兄弟部队的反击 只有这一张打好了 美军才会在谈判桌上 老老实实的签下协议 广播室突然遭到了炮击 白鲁在危难之际 保护了波音设备 白鲁不顾个人安危 用身体护着机器 坚持波音 另一边的志愿军士兵 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在激烈的战斗中 一排长和牛强先后应用牺牲 白鲁经历了战斗的洗礼 和亲眼看到战友的牺牲 变得深沉而刚强 在停满的消息传来 人们欢呼胜利的时候 白鲁走向那些 要求见流行小姐的美军官兵 对他们说 你们这些幸存者要记住 这场战争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 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给你们和美国人民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战地之星 上映1983年 影片中的白鲁虽然不会扛枪打仗 但是他用他那甜美的嗓音 和慷慨激昂的陈词 使得美军思想心切 都想结束正常战役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